这里是电影《刘三姐》第一个镜头取景位 大虚古镇万寿桥 桂林山水让人陶醉之余 亦可将目光转向周边的历史古镇 位于凌川的大虚古镇就是其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宏伟的建筑 旁边这座民居还是泥佩建的应该很有历史 这座高端大器上档次的建筑 查不到它的任何历史信息 有人说它是仿古建筑 只能说仿得太高超 古镇的老街在这座官地庙后面 大家跟着我的脚步在大虚古镇转转看看 大虚古镇是广西古代四大虚镇之一 古镇始建于公元200年 距今已有2000年历史 这座官地庙甚是气派 我们进去看看 这个官地庙像真的一样 整体上很有民国风格 大虚古镇位于黎江东岸 距离桂林23公里水城 实在古镇须市起于北宋初年 中心于明清 鼎盛于民国时期 距今已有千年历史 远在600年前大虚以其大 成为广西四大虚镇之最 大虚古镇汉代已形成小居民点 北宋时已是商业防华急镇 名为广西四大虚镇之一 抗日时期有小桂林之称 赶须人数高达一万余人 活船多达二、三百艘 地方商行应有尽有 明初谢锦诗曰 大虚江上卢田寺 百尺深潭万竹围 流电机心沉窜后 同仁和叶果言归 各地商人在此均建有会馆 有名的有广东、湖南、江西会馆 及清真寺等 到民国初期 大虚已形成八条大街 沿江一形成十多个亭靠码头 有溺水行州上桂林 若帆顺流下广州之说 负面商号有四大家八中家 二十四小家之称 体现出当时大虚的繁荣状况 关地庙旁边的这条街 卖各种美食 古镇风情离不开小吃美食 这就来到古镇老街的十字路口 右边街口是一家标局 海扁上写桂月水运标局 我们进去看看 大虚镇中的建筑 每栋房子设计特点是 吉商、住于一身 均由前铺、天井、两侧厢房、正房、后院组成 靠街的一般做铺面从事商业 往里走是天井 一般都栽有树木花草 利于采光 天井厚是正房 高大宽敞 是会客之地 两侧是用来居住的厢房 标局正对着关地庙背后 这座关地庙背后是一种妥妥的民国风情 感觉这座建筑就是民国时期建成的 设有中华银行、黄元顺商号等 黄元顺商号是民国时期大虚古镇四大家之首 老板黄秋波是大虚茅村人 有桂林东乡第一大财主之称 据镇中老人回忆 1946年大虚粮食欠收 黄元顺开仓震灾 施州一月有余 帮助乡亲渡过难关 四大家还有童子原村人李希腐的 玉何昌商号 相传古镇万寿桥前的青石板路 由他一人出资修建 四大家还有湖南人高广昌的广昌军商号 古镇富商廖的人的廖中原商号 此外古镇还有八中家二十四小家的商业格局 沿着老街往西走 一条古老的石板路 窄窄的小路已经斑驳 两侧的房屋也显得古旧 历史的沧桑随处可见 一间民居 一块门板 甚至一块瓦片 仿佛都在述说着 他们历经古老岁月的故事 大虚的古迹首先是古街道 每一块青石板都留下历史的痕迹 每一座古建筑都留下了历史的斑痕 走在青石板路上 看着这些古色古香的商铺 民居 以及十几条直通离江戈码头的古像 你可以想象得出当年的繁盛景象 自秦始皇开凿临取以后 大虚便逐渐繁荣起来 明清时期已经形成热闹的水路码头和南北商谷云集之地 到现在市民依旧保留着赶虚的传统 每逢农历二、五、八日的虚日 仍旧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大虚古镇共有13个码头 各码头公用各不相同 码头与老街有旱道相通 离江缓缓从大虚旁流过 使大虚成为上通桂林 下通无州的重要交通要道 来此经商的不仅有汉人 还有回族同胞 他们把各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带到大虚 回到老街路口向东走 路口就是江西会馆 被改成寺庙 进去看了一下 好似又改回会馆 大虚三大会馆命运各不相同 其中广东会馆已不复存在 湖南会馆在现在的大虚小学内 只剩下一进 文革破四就给破坏了 据说湖南会馆门朝老街 门前有两个石狮子 很是气派 至于高祖庙 关帝庙早已拆出 唯独清真寺还在使用 走着走着来到高家大院门前 墙上的标语还保留着 控制人口增长 促进社会进步 控制人口增长目标已经实现 高家大院是民国时期的建筑 是古镇四大家之一高家建造 以前房屋主人高家是古镇 附加一方的大家族 建造这座房屋后 这里便成为古镇上最大的一座民居 房屋为砖木结构 青砖砌城 是一座三开间的商 住一体房屋 屋内可以用富丽堂皇来形容 高家主要经营业务为 零罗绸缎和其他布料 旁边是他家染房 看着门口标语和黑板 可以想象他家是怎么变成 村委会和食堂的 是否经历了公司合营后 收归国有了 不知现在有没有归还给高家后人 也不知他家都经历了什么 他家后人现在何处 湖南人高广昌是怎么来到此地 又是怎么发家的现已无从知晓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舞台 如果没有人的活动痕迹 我们所看到的将是一串模糊的历史印记 可惜关于大须的历史 几百年来留下来的记载 实在太少 在大须的各个角落发现石块古碑 碑文反映出 前人在大须的活动内容 前面这座有雕龙门柱的是汉王庙 本是壮观气派 汉王庙最是辉煌壮观 门楼两旁的柱子聚龙盘旋 进去看看 大须古镇始建于西汉 大须东岸村流姓 尊奉汉朝开国 高祖刘邦为其先祖 他们来大须开发比较早 分别在龙安街和古罗街修建了 汉高祖庙和汉王庙共同祭祀 两千多年前领取的修造 沟通了湘江与珠江两大水系 离江东岸的大须变成北上中原 南下两广过往货传的京亭之地 从秦代到民国的漫长岁月中 南北商贸的频繁往来 造就了大须的繁华 张生纪酒方是古镇老子号酒厂 始建于明景太年 后多次所怀 现为在原址上附建 古典的三层砖木结构 沿着老街走到大须古镇百年老桥万寿桥 电影《刘三姐》第一个镜头 就是在这座桥取的景 万寿桥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 重修于清光绪28年1903年 重修为丹拱石桥至今 当年由大须镇上所有商户 共同捐资建成 至今已过百年 这座桥也是大须镇由盛极衰的见证 古镇的石板路建于明初 长2.5公里 其中0.5公里为卵石铺柱 古丰古运 现基本完好 沿路建房 砖木结构 前殿后室 窄身如筒 俗称筒子屋 百年间 大须街区从老街沿黎江向南拓展 抗战时期 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 人口骤增 大须也因此有小桂林之称 大须之行收获不少 但也有遗憾 那么多古建筑已经不复存在 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们在大须寻找历史的点点滴滴 但却无法仿得鲜活的历史故事 更没看到历史的清晰印记 一离江而建的低调古镇 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完美融合 大须古镇码头 古宅 老街 彰显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 万寿桥下留个影 美美搭 谢谢观看